那本身來講呢 上十幾年前是一位老人家常常居住在這邊 這邊來講的話呢 這位老人家居住了九十幾個連投 這邊沒有電 飲用山泉水的一個生活方式 對外沒有聯絡道路 就是我們的靠我們的小山本 做一個交通的一個工具 相當封閉也相當單純的一個生活的一個方式 那早期這位老人家 你也不要小看他 他的物蒙的面積相當的廣 他每人跟一個我們的上班族沒有兩面 他每人可以為自己的賺金了五六十萬 那因為在這邊錢沒地方 聽到殖民在外面買房子 所以呢 殖民到他九十幾歲